我看這題喔 他說向來A坐標的事情 但是向來A平行向來B 而且向來A做到向來B的事情 50 求這個40等於多少 其實這題喔 一件事情 關鍵點在這邊 為你告訴你向來A坐標的 而且這兩向量怎樣 平行 所以說老師想一想 竟然向來A平行向來B 平行有什麼特徵 係數的加乘比例 那向來A四起 單四 可見向來B也四起 單 T 4 T 可以嗎 可以喔 反正這樣向量平行嘛 所以係數的加乘比例 所以向來A四起 單四嘛 所以向來B可以選擇 單T 4T 學到這邊的時候 老師想請問一下 第二個 把向來A倒扯向來B行不行 好不好 這叫向來A 這叫向來B 把它相乘多乘 把坐標的地方 AK乘AK 3乘3T 9T Y乘Y 4乘4T 16T 算賽是幾T 25T 題目說等於幾 負50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T就等於7 負2 T是負2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向量B是幾 負6 負8 這樣行不行 起到這邊之後 麻煩你一件事情 知道今天是要求這東西 所以說麻煩你先把誰算出來 先把兩倍向來A 加上向來B 因為這題已經知道坐標了 我知道向來A坐標 我知道向來B的坐標 所以說老師先建議大家 把坐標帶進來 行不行 向量A是幾 34 加算 向量B是幾 N 負6 負8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帶進來是 先乘除 6 8 先乘除 負18 負16 行不行 先乘除後 加解 6加負18 負12 8加負16 負8 所以算出來自己 好不好 先 三乘負8自己 負24 所以說 8加上負24 自己 負16 這樣行不行 如果今天題目算出來是誰 要求誰 要求兩倍的向來 要求兩倍的向來A 好不好 所以要寫一下好不好 OK 所以說今天要求什麼東西 今天重點是要求 兩倍限量A角質 加上三倍限量B的角質怎麼算 把座標的地方平方加平方開根號 不12平方 144 加上不16平方 256 所以算出來是根號多少 400 那根號400開出來的時期 20 就出來了 可以嗎 麻煩你把這題看一下 OK